大家好 我是AI召唤師阿正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主題 如何讓深層的照片 看起來像專業攝影師拍出來的一樣 在深層正義照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AI其實沒有那麼的聰明 有時候出來的圖片就是看起來非常的平凡 沒有特色 像是那種笨蛋男友拍出來的照片 例如這一張 但如果只要把題詞改變之後 照片就會變得更加的美麗 更加的有質感 像專業攝影師拍出來的一樣 那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想知道的話 那我們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 我們現在再來示範 怎麼把一張一般的照片 甚至可以說是笨蛋男友照出來的照片 變成是像攝影師照出來的照片一樣 我們準備了一張照片在這邊 這看起來就是一般人會照出來的照片的樣子 OK 那這一張照片的題詞是什麼呢 看看這邊 一個時尚的女人站在公園裡面 在晚上 她的背景是台北101 她有精緻的臉龐 就這樣一個題詞 後面的LORA那個先不用管 這是因為我這邊需要把她的臉做一些修正 所以把她加上去的 那這個不是今天要討論的範圍 好 那 負面題詞呢 我只放一個就是 不要出現一些少而故意的東西 影響我們等一下的示範 為了等一下示範方面 所以C的這邊我會把她固定住 人物的動作呢 我也會用CTRL NET把它固定住 這樣子的話呢 我們比較好比較 如果多了一些Prompt 就是多了一些題詞以後 會發生哪些事情 好 那我們開始喔 如果要開始把它變成像 攝影師照出來的照片 那這樣的話 這種照片是不是就要做 攝影作品 好 那我們就加一個攝影作品題詞 Photography OK 那既然是攝影 那它就不是繪畫 所以我們就不要 Canting 那它也不是素描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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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那 那 這些東西加進去了以後呢 我們先來跑跑看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看起來好很多 只是這個手看起來有點怪怪 沒關係這個 等一下我會修正 那 怎麼樣讓 手 腳 這些四隻看起來是正常的 這個之後我們再 開個專題跟大家提 那這邊先不管 總之你有沒有發現 這張照片的品質 提高了耶 嗯 是不是好看多了 好這個男友已經 又進化一個等級了 OK 那再來 我們 我們 如果是個攝影作品 那我們是不是就要一個好的攝影作品 所以我們必須要是一個傑作 Bester piece 並且呢 是非常好的品質 Best quality 好 一般人想到這邊 就差不多了 但是 我們呢不一樣 我們 反面題詞 負面題詞呢 要加 加什麼 就是大錯 特錯不要來 爛東西不要來 Worst Quality 不要來以外 我們還把它加兩倍 好 那 除了 Worst quality以外呢 我們還有個什麼 比較Low的Quality 也不要來 也是 兩倍 那還有呢 平庸的作品 不要來 Normal quality Quality 也不要來 也是兩倍 好 然後呢 你以為這樣就結束了嗎 沒有 我們還可以再加 我們還可以再加 譬如 讓它 因為它是 高品質的作品 所以我們是 8K 這種解析度的作品 再來 我們也用到HDR 這樣子 非常 高品質的一種 照片的那種等級 其實這樣子 我們把這些題詞 寫進去的時候 Ai他是去思考說 他曾經學過 如果 看到這些 這些題詞的時候 是有什麼樣的特徵 到時候他會把這些特徵 放在這個照片裡面 所以我們就把一些 比較好的作品的那些特徵 全部都把寫上來 那他就會去慢慢的改善 這張作品的品質 好 我們來生成一下看看 有沒有 有沒有 這些prompt下下去以後 只敢馬上上升好幾個等級 對不對 來 看一下 這邊 喔 看起來很不錯耶 好 那 就這樣結束了嗎 還沒有 我們還可以再加 加什麼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是在晚上 晚上光線沒有這麼的足夠 我們要讓顏色可以銳利一些 那怎麼做呢 我們要加這幾個題詞 我們現在要先加rollphoto 好 然後再來hires 讓他變得比較銳利一些 然後再加什麼呢 還要再加absurders absurders 好 那我們加1.2 反向題詞這邊呢 我們就寫rollphoto 就是低解析度的我們不要 我們看一下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前一張照片 你會發現說好像變亮了一些 感光的效果比較好 好 那接下來我們還可以再加喔 加什麼呢 在人像攝影的這塊領域呢 有一款膠卷非常的好用 它叫做柯達的Potra 400 那如果我們加了這個題詞進來以後呢 這張照片就會有柯達Potra 400的這樣的一個 特色在 來我們看一下 叫柯達Potra 400 如果用膠卷來拍照的話 那我們就會希望還原一些膠卷上面看得到的特徵 比如說在光線比較暗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有一些細細的顆粒 那些顆粒叫做Film Brand 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模擬出那種膠卷的質感 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發現用了這兩個題詞之後呢 人物在皮膚上面的光線變得柔和很多 因為這是柯達Potra 400的一個特性 然後呢如果仔細放大看的話 這個手膠界的邊緣處黑黑的地方它其實是 有一些一粒一粒的像那種 以前膠卷才會有的一些特性 那再來囉 既然我們都已經把攝影人像的膠卷的特性放進來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開始對畫面做一些調整 我們想要把畫面的背景啊 做比較模糊化 那要怎麼做呢 很簡單 Flory Background 好 來看一下 那你發現 背景是被模糊了 這個人物就更加的清楚了 背景來襯托我們的人物 看起來非常的漂亮 那再來 模糊歸模糊了 我還希望說有一種那種 光點那種散景 術語叫散景 那可以出來 那要怎麼做呢 用Poke 這個字 那這個術語叫散景 我們先來看一下效果 你看到 像這裡 像這裡 都是散景的效果 可是 看起來沒有那麼的明顯 我們加強一下吧 好像有喔 這邊 這邊也變得比較不一樣 這邊 看起來更 看起來光點更亮了 好 再來 我們再加點光暈好了 Lens Layer 嗯 看起來 光暈它是 沒有什麼加到 喔這裡 這裡 這裡它把它加大了 這裡把它加大了 但是這裡 都出了一個建築物 有時候我們剛才說 我們要光暈 結果它就會去加其他的光源進來 有時候大家在生成的時候 它有時候不會真的加光暈 而是它去加其他東西進來增加光線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 如果說我希望生成的照片 顏色多一點 我會加這個 Vibrant Color 那生成出來的圖片就繽紛一些 那如果還想要再增加更多的話呢 這樣子 你會發現 這張圖片的顏色 燈光什麼的 都比前一張還要再多一些顏色出現 好的 那這張呢 就是我們最後要產生的一張照片了 那我們今天的示範就到這邊 我們來回顧一下 剛剛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首先呢 我們跟AI講說 這是一個攝影作品 所以我們在正面題詞上面 寫上photography 在反面題詞上面呢 我們填上了Paintings 跟Sketches 代表說我們不想要繪畫 或者是素描這種作品 第二 我們告訴AI說 我們需要優秀品質的作品 所以我們在正面題詞 寫上Masterpiece 傑作 和Better Quality 最佳品質 在反面題詞的地方呢 我們寫上了Worst Quality Low Quality No More Quality 並且每一個都做兩倍的處理 讓大錯特錯不要來 讓低品質的圖片消失 第三 我們告訴AI說 我們要高解析度的照片 所以我們就加上了8K HDR Rofoto Pyrus 高解析度 Obsidious 超高解析度 加上這些詞 除了會加強解析度以外 也因為 會用到高解析度的 通常是攝影師的照片 所以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 AI會借他們的優點 放到我們的作品裡面 增加我們作品的可看性 反向題詞呢 我們就放LowRus 就是低解析度的意思 第四 我們開始跟AI說 我們的照片裡面 要有膠卷的特性 所以我們就放了 柯達Portrait 400 和Film Grand 這兩個題詞 那什麼叫做Film Grand呢 就是那種膠卷才有的例子 像左下圖這種 拍出來的這樣子 下面兩張圖片呢 都是要示意 膠卷拍出來的質感 你會發現 這類照片不像數位相機 拍出來的顏色那麼的犀利 有種舊照片的質感 第五 我們跟AI講說 我們要把背景模糊化 模糊了以後呢 我們還要再加上散景 再加上光暈 散景的術語呢 叫做不OK 來看一下左下角的示意圖 一個一個的光圈 叫做散景 右下角的那個貓咪後面的那個太陽 那個叫做光暈 第六 我們和AI說 我們的作品顏色要豐富 所以我們加上了 Vibrant Color 而且把它強調到1.2 什麼叫做Vibrant Color呢 請參考下圖 你會發現 每一張圖片呢 都有各種顏色 最後第七 我們附贈一個題詞 如果你想要產生出那種 合家觀賞 非少兒不移的圖片的話 那你在正面題詞上面 就要放Family Friendly 反面題詞呢 要放NSFW 什麼意思呢 叫做 Not safe for work 就是上班的時候看不安全 不過你知道的 如果你就是要少兒不移的圖的話 那就把它反過來用就好了 別說是我教你的哦 好的 我們回顧到這邊 那我們再來欣賞一下 我們剛剛做的所有圖的一連串的變化 非常感謝大家能夠支持我做這些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呢 請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如果有任何問題 可以留言給我 我會盡力回答大家的問題 另外 想要知道任何其他的主題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會做出一些符合大家需要的生成師AI的主題給大家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期再見